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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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安俊豪 今天教大家煮的這道菜 非常適合小朋友和老人家吃 名字也好好意頭 叫做老少平安 主要材料有 豆腐一尊 然後 鯪魚膠 如果有耐性的朋友 可以在街市買一條鯪魚起肉 然後自己打架 就像我這些年輕人沒什麼耐性 就可以現成在街市買鯪魚膠 兩種青色的物體 就是蔥和芫荽 調味料有 生粉 鹽 還有糖 胡椒粉 另外有一件事很重要 就是加幾滴油 令它更滑 如果喜歡香味 不聞起來很香 可以加芽油 我喜歡健康一點 我會用橄欖油 如果喜歡方便一點 加生油也可以 首先 把豆腐倒進碗裡 倒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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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豆腐容易爛的 首先把豆腐夾爛 通常這些叫麻布豆腐 會比較硬 如果蒸起來 就會比較好吃 千萬不要買肉脂豆腐 肉脂豆腐又沒有豆味又軟 做不到這個菜 你看到它已經成了一個漿 變成豆腐漿 弄到差不多 就可以先加上味道 加多少呢 鹽大約1茶匙左右 好 糖呢 都是1茶匙 又是生粉 生粉 我約加2茶匙 令它稠稠一點 那胡椒粉呢 看你們喜歡吃多辣 又或者吃多香 加一點 我就沒事 這個時候 就有拌了 我們有拌起來 哇拌到 你會看到它 加了生粉之後 會變得濃稠 不用怕 是正常的 就下第二個主角 第二個主角 就是 鯪魚膠 我告訴大家 其實有個竅門 我們下鯪魚膠的時候 會加蔥 加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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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的時候 記得鯪魚膠 千萬不要和豆腐攪得那麼均勻 因為鯪魚膠 如果攪得那麼均勻的時候 蒸起來就會沒有口感 如果鯪魚膠的話 我會建議大家 首先拌好邊 拌好邊 慢慢攪拌 慢慢攪拌 只要它分散了一塊塊就可以了 好了 這時候 就是剛剛跟我說的 加一兩滴的油 這個步驟 為什麼呢 因為加了一兩滴的油之後 會令到整碟鬆 都會滑稠 這個蒸的步驟 很簡單 就是滿火蒸7至10分鐘就可以了 好了 大家看到蒸完之後 它就會滾起了新的 安晉豪 都挺厲害的 現在的男生煮菜 真的比女生更厲害 可能我懷疑 他老少爺平安的原因 是這樣的 因為我懷疑 不知道 就是小孩子吃也OK 老人家沒有牙婆吃也行 都可以的 是不是 拆棚架牙出來 都能吃到的 這個菜 唯獨是 如果它不是真的做給老人家吃 我會加些陳皮和蝦乾 下去那些鯪魚肉 因為這個菜很悶 其實 你有沒有發覺它好像 鯪魚和豆腐兩個鬥淡 我覺得如果你加一些陳皮 或者是 有些人是不喜歡吃陳皮的 我不知道 但是如果鯪魚肉 我會加一些陳皮 冬菇 或者蝦乾 這樣 那個菜就會沒那麼悶 它已經很厲害 它懂得分什麼豆腐 做這個菜 什麼豆腐不用 這樣 很多人不知道 即是走去超級市場 買一些一撕開出來 做到爛了 然後給了一些豆漿 這樣就真是無謂 起碼它都懂得選一些豆腐來做 我都覺得 挺厲害